赛! 赛! 哈 罗 大家早 我现在人在杜拜刚到而已 那我们这次呢是围棋大概 Was? 15天的一个旅行 然后我们还是原班人嘛 哈囉 然後多了一個新成員 新成員 對 我們取了一個團名叫做四肆如一 我上一次來杜拜好像已經是2019 其實疫情前跟疫情後的杜拜 我覺得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一樣是人潮非常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一出雅典機場 這一大排都是當地最知名的租車大廠 那其實這一次我們的自駕遊 遇到了蠻多的阻礙跟問題 那在這邊我也不多講 如果大家對這個希臘本地有租車的問題 可以再視訊 其實剛好這個時候來到衛城的山腳下 老實講我覺得這個時間是蠻漂亮的 因為我們明天還會再上去衛城一次 但是我覺得這個日落夕陽的時候 我覺得這邊衛城真的是超漂亮的 大家看這條大道 空空的然後下面又有街頭一人在 在彈那個鋼琴的音樂啊 然後這樣夕陽整個照過來 然後加上這一片古蹟 哇塞 這真的超美的這個地方 而且風又很大 吹過來又很涼 其實在這個夕陽的時候你來 這邊是超愜意的 真的很漂亮 我已經講了兩三次了 如果你們有來的話呢 我也會建議這個時間來 雖然只是在三角下 但是真的超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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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基本上它是360度环绕整个景啊 它是360度的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小教堂 非常非常漂亮的这边 就基本上每个人来到雅典机场下来 第一个景点一定都会来这边 但是很可惜呢 我们刚刚有点小插曲 所以呢 就没有赶上夕阳 真的是很值得一来的景点 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这边的景 就是它一边是山景 然后一边是海景 然后一边是城市景 就夜景 然后360度环绕 相信我如果你来这边是不会失望的 这边真的是非常漂亮 你看 因为我们现在来是9月嘛 它日落的时间大概是在晚上7点半 那你可以来这边看日落 或者说你可以在这边带到晚上 那一般来这边呢 你是要得搭软车上来 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买来回的 一个人大概10欧左右 这真的是一个 谢谢 最多人拍的就是那边 就搭配起来真的是太美了 然后呢它周遭这边呢 还有一些餐厅可以用餐 只是说价格偏高啦 所以你们可能要自己考虑一下 那总而言之呢 这边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 你来你一定不会失望的地方 我来那边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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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們的意大利麵真的不能期待 牛肉也好吃 比较偏向烤牛肉那種味道 然後最后一個我要講的就是 它的意大利麵 它意大利麵是超級無敵好吃 能夠把肉醬跟麵的味道 是把它分離開的 你吃進嘴巴同時會有兩種完全不一樣的味道 是很清楚的界線分明 所以如果你們有來這間餐廳 你們點豬肉跟牛肉就好 千萬不要點章魚跟義大利麵 真的會提升到另外一個 你們的人生會有不同的體悟 我唯一最喜歡的應該就是它的葡萄酒 然後跟牛肉還有豬肉 就講到這裡玩 我為什麼會很推薦這邊呢 因為衛城就是在這間套房的對面 走路大概十分鐘就到了 反正它離所有的景點都蠻近的 包括我們去的那個山丘 那邊也是一樣 我會非常建議你們如果要在雅典玩 你們就來找這一間 反正它的環境就非常的乾淨非常的舒服 然後又很寬敞 然後我要再特別強調一下 就是我們這間appartement 樓下就是加油站 然後又是超商超市 然後對面走沒幾步又是 剛好是公車 再走沒幾步剛好又是地鐵 然後如果你是租車的話 停車場又在旁邊而已 幾步就到了 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就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有洗頭 就也很方便 所以這邊是極萬物於一生的風水堡地 我們現在已經大概中午十二點了 幾乎兩天沒有睡 所以我就等到大家吃飽 睡煮喝煮之後再出門來這個衛城 那我讓大家看一下 你在自己決定是不是要很早出門 因為你看這個買票窗口的排隊人潮 從這邊然後開始一直排一直排 一直排一直排排到這邊 然後它的對面這邊 這邊是買飲料泡麵的地方 然後看完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是不是應該是要早一點出門 然後這個應該就是他們的歌劇院 然後呢 古人是真的很有智慧 因為他們這樣的原型式的歌劇院 其實就有一點類似我們那種環繞音響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之前有一段時間 然後去土耳其才知道這個事情 就是他們建造這個歌劇院 其實他們可以好幾百個人 容納可能七八百人 中間的人那個講話不用太費力 是會有回音的 就是可以很清楚的傳達給每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他們古人在建造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們真的是很有智慧很厲害 我們千辛萬苦爬上來就是這座宏偉的一個一座古建築 那這邊因為已經很多人介紹過了 所以我就不再多講 那我要告訴大家就是這個 這邊是有一個故事 就是當初呢 是愛琴海的人民建起來的一個新城 不只是這一座 就是整個這個雅典未成這樣 那這個時候就是古希臘神話中有一個海神波賽頓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 然後呢 他就跟雅典那兩個人在爭奪 然後這個時候做事就裁定 就是說你們誰能夠做出一樣東西 所以是讓這邊的人民感覺到開心有意義的是 這個城的歸屬權就是屬於誰的 海神波賽頓用他的武器三叉 叉在岩石上 然後就產生了一匹戰馬 然後雅典那呢 他一樣用他的長矛插在石頭上 可是是長出一顆枝葉繁茂 很果實累累的一棵樹這樣子 這種橄欖樹就是代表著豐收嘛 所以後來這邊的人民就大家都歡呼 然後於是呢 這個雅典未成 也是用雅典那的名字下去命名 所以這邊呢 才會命名叫做雅典未成 哇靠原來是這個啊 我一開始覺得來這邊看古蹟 所以可能沒有什麼 可是等到你真的來到這邊 你會覺得哇 你人在現場 他真的是很宏偉 非常完好無損的一個古蹟 呈現在你眼前的時候 彷彿你的那種感覺是跳到幾千年前 古人生活的那個時候 所以我現在拍的這個呢 他也是很漂亮 然後不曉得他叫做什麼 但是他是應該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戰後的廢墟 那他看起來的確就是一個廢墟 對 所以也沒什麼好講的 就是這樣 完 中間就是廢墟 就好 我就追蹤了 那天啊 你開始的 我還是要看 這不應該是… 我開始吧 再介紹一下 我開始了 在這裡 佩命 這邊就是最有名的憲法廣場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兩個 大家來這邊就是要看他們交接 然後他們是24小時的 大家都講說來雅典是必來 一定要來看 可是我個人覺得真的就是 你可以抱著到此一友的心態就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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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